最近天气不稳 南投山区常常发生大雨 但也让不少专家拍下了奇景 普里镇有一名文史工作者透过空拍机 在云端上拍到了观音圈跟山头变化多端的云铺 相互回应这画面看起来有如是仙境一般 还有一名摄影家则是在渔池乡金龙山 同时拍到了银河 云海跟琉璃光 难得的景象也令人叹为观止 太阳然然升起 阳光洒在大片云海上 一圈七彩光环也跟着翻越山巒 难得一见的观音圈让人目不转睛 空拍下震撼的一幕是一名文史工作者 在大雨洗礼后的隔天清晨到南投埔里盆地上方 拍下了观音圈的这道光 是阳光透过云雾反射 再由云雾中的水滴产生绕射 形成彩虹光环 而在渔池乡金龙山同样出现壮阔景象 远看云海上有星空银河 云海下出现琉璃光 三种天象一次入境再现大自然的奥妙 前一天如果是白天有出大太阳 傍晚又下了雨之后 水气会蒸发 等于是天空的云全部都已经稀释掉了 我们就可以同时入境 比较壮观一点 而且最近看起来星星也比较多 南投山区近日天气不稳 经常发生大雨 但也因此让空气品质变好 为南投带来千变文化的美景 这次曾入成南投报导